武黨籍臺北市長參選黃珊珊 今天的敗票行動被質疑了 環南市場外頭 明明就有貼著謝決競選敗票 維持中立行政中的標語 為何還走進去來跟美灘來敗票呢 不過對此她則回擊 是自治會長邀請她 看一攤鞠躬敗票 中秋廉假第一天 武黨籍臺北市長參選人 黃珊珊不放假 加快選舉腳步 早上跨區連跑三個行程 首站就懸在萬華環南市場 只不過 市場外大致公告 明令參選人不得競選敗票 黃珊珊沒有依照規定 進入搜市場 讓其他黨籍議員起得跳腳 不過黃珊珊重炮回擊 我已經辭職了 有什麼行政部中立 我是會長邀請來的貴賓 對 我們邀請的貴賓 對不對 他應該都要接受 我們要歡迎嘛 而不是說在分什麼黨派 或者是 參選氣泡不久 又引發行政部中的爭議 面對外界雜音 黃珊珊堅持選舉步調 下午來到北投 這歡呼聲直接一掃一霾 本來是為救國團宣傳 捐血活動 卻像是黃珊珊造勢大會 成員又是合照 又是要簽名 動算聲更是接連不斷 不過救國團被黨產會認定 是國民黨附隨組織 難道是為救國團部 移轉國友做聲援嗎 台北市很多的團體都會來邀約 那我們都會有機會的話 都會去參加 大家不要再用意識形態去處理 不管偏藍或是偏綠 其實都是我們要去爭取的 也要讓這個珊珊看到北投的熱情 北投真的非常支持黃珊珊 黃珊珊不斷強攻藍綠足支票 另一頭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陳時中因為已經下架的 馬桶政策影片 在網路上被惡意加工改造 競選團隊也決定要告 從行政中立到救國團 拔妝和汪路的話題 都看得出宣戰打得相當激烈 記者綜合報導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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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